關於我有趣耶 依照你的那個菜色 你這樣應該不會合吧 沒有 那個我們先不管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曉得 那我只是說 哇 怎麼 怎麼也太 那藝人真的是很 也太熱情了 對 然後當回去你看那個李金 他說很大包嘛 哇 果然厚厚的 結果你一打開都是100 100 算一算有就是一萬塊 就有一百的 有一千的 就很厚 可是摸起來很好 你想說 哇 這樣來六個 你也認了吧 結果後來你拿一出來一出看 其實算一算是一萬塊 可是我不是貪那個李金什麼 我只是覺得說 像這種也是會讓你覺得 很不可思 就是你沒有想到你一個帖子 然後可以來六個人 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 是那種比方說 像我知道的是 有一些藝人結婚的場子 像我們記者圈 就是有所謂的蓋幫 有沒有 身邊檢查 有那種蓋幫 所以是吃免錢的 所謂蓋幫就是那種 我們通常講無黨無派 是指沒有任何政治色彩人 那他是不屬於任何一家媒體的 就是創本牌 就是他來 他就是拿個相機 然後就是來拍拍拍拍拍拍 然後拍了之後 你也不曉得照片拿去幹嘛那一種 但你也坐下來吃一堆 他應該也沒有包紅包 那當然沒有 他就做媒體席 然後你看他那個schedule 我曾經認識一個蓋幫 他的schedule就寫密密麻麻 比方說有一年 剛好那一年是 好像千禧年那一年 很多人結婚 很多人結婚 你就看他的schedule是排滿的 我說你每一場都要去跑 他說當然啊 今天去吃精華 明天去吃菌月 因為這種就像我們看到的電影 真的有一個叫婚禮 這些蓋幫他是真的 記者真的需要發稿的那一種嗎 沒有 他們拍的照片 可能去賣給那種文具行 就是那種小張的照片 然後他會拿一個記者證 但是你看到上面那個媒體的名字 根本就不認識 對 講到這個吃免錢的 春柯哥 你這邊有吃霸王洗酒的 對 因為之前台北市警察 逮捕到一個叫做 我們講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是 稱呼他叫喜酒之郎 不過你們剛剛創的新名字 叫喜酒刺客 他是這樣子 他就只有一套西裝 然後穿著那套西裝 他說台北市所有的五星級飯店 跟一些宴客的這些 比如說像東話北路那邊 有很多間 他都跑遍了 然後他一去 他還講 他還跟警察講說 台人我給你教 吃這種霸王餐 是有秘訣的 第一 你不能太早到 你要晚點到 因為早到的時候 可能都沒什麼人 對啊 新郎會站在門口 經常就說愛迪喜相 對不對 這不能太早到 要晚一點到 晚一點到的時候 可能新郎新郎 都已經準備要去走紅令台 是不是 然後也沒什麼人管你 這個時候 你就偷偷摸摸的 如果包洗精的 收禮精的那邊沒有抓到你 你就偷偷摸溜進去 然後溜進去之後 他還跟警察大人講 你一定要做最後一桌 因為通常最後一桌 就最後一兩桌 通常都是沒有坐齊的 一倍桌而已 對 一倍桌 對 而且那時候摸進去 也沒有人會理你 然後你就趕快吃喝 然後第三個如果李經德逮到你 說 欸 你是 這時候沒關係 說 對 我新郎的朋友啦 我他同學 你等我一下 我先進去跟他們打個招呼 然後就溜進去了 李經德也不可能會這樣子 GPS一樣跟著你在裡頭 一直等你看到包了沒 不會 所以這樣子他喝了三十幾桌 那為什麼會被抓呢 因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是大好日子 他連喝了三桌 在第三桌的時候 他還趕場 對 已經不生酒力了 倒在桌子上了 然後倒在那邊 新郎新郎洗糖都發完了 送客都送完 他還在那邊 他還沒走 對 然後就說 欸 你是像 你是像 就一起來 新郎新郎都不認識 馬上送大安分局 送警察局 好慘喔 我們趕快回來 太偏了一點 好 這婚禮上面的狀況 還真不少 孝晨哥你這邊有一個 落跑新郎 而且聽說他落跑 這理由還很瞎啊 對啊 如果人家結婚的時候 我發覺另外一半有沒有 突然間從頭到頭都沒出現 而且沒有任何理由的話 大家應該很惡吧 台北縣有一個 姓李的一個女孩子 她就在九年前的時候 她結婚 結果她就從剛開始 大家入席 吃飯 然後大家一直在等 奇怪 為什麼從頭到頭的話 新郎新娘也從來沒進過酒 也沒走過紅毯 大家也就說嘻嘻哈哈 也就把這個血液就吃完了 吃完到最後的時候 才發覺這個男主角 就是所謂的新郎有沒有 是醉醺醺醺 就這樣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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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婚礼 這樣子 就這樣晃晃晃晃晃 吃一個酒的時候 新娘跟新娘 都不在 對 可是這個事情 這照理講 這婚算有結還是沒結 對呀 新娘的新娘都不在 沒有公開的 沒錯 不會算因為假的 沒有公開儀式 如果以前的話 以前的話這也是不算 對啊 沒想到這個看像是有結婚 卻是沒有結婚的這樣 這一段婚姻 就還撐成這樣大概八年 前段時間的時候 這個女兒 這個女兒真是受不了了 他就去豎勤婚姻無效這樣 後來判是成功 他是認為是說 為什麼這個新郎 那一天會把自己灌醉 然後這樣 破到婚禮最後的時候 賓客都閃掉的時候 他才出現 是因為他認為是說 因為這女孩子家裡面 有的說這海默症的家族病死 他就認為他可能就要毀婚 故意用這種方式來逃婚 喔 不能這樣嗎 那就乾脆不要情就好了 對啊 曾是打算把紅包配一遍嗎 那是很Over 不過他講到這個新郎不見 之前在台北市也發生過一個 就是7點要開始入席 然後開始要走 總堂地毯等等 新郎不見了 而且不見是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哪 連新郎的爸爸媽都不知道他去哪 原來新郎迎娶 從白天到晚上太累了 他就跑到地下室 自己的車上去小睡一下 8點半才醒來 睡著了 地下室就收不到訊號 所以所有人找他都找不到 然後以為大家都以為他落跑 以為他膽子小 就以為他在車子沒睡著 睡到8點半 天啊 都已經吃到第四道菜了 他才趕快跑進來 那這個老婆以後 已經跟他沒完沒了 算帳都算不完了 沒錯 好 今天謝謝四位 謝謝四位 好 再來我們看了 這一個人物故事 我們要看到誰呢 謝震武 他是一個律師 那麼也是一個主持人 那麼到底他怎麼樣 來定位自己呢 他自己說過 常常有人問他說 你主持都賺那麼多錢了 為什麼還要上法庭 就謝震武回答說 其實在法庭上 當辯護律師 他才能夠得到成就感 我們下一個小時的 感谢观看